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9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那么今天大盘的表现 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冲击很大的一天 我们看到今天领跌的创业板是一个放量下跌的表现 今天创业板全天成交金额是4022亿 这个数字是占到了今天互生两市总成交金额的40%左右 而这里面对于市场短线情绪影响最大的 这是今天下午2点10分左右出现的创业板低价股的集体大跌 从整个A股看 今天除了低价周期股之外 其他所有题材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目前从指数角度 我们认为短线调整还没有结束 或者说短线的震荡还没有结束 创业板接下来应该在2515点附近 也就是在月线图的五月线附近 应该还会有一个来回震荡 上阵大盘方面 目前下方还有两个支撑位置 分别是在3200点附近 以及3150点附近 从今天盘后 新加坡富士A50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的表现 以及最近管理层的态度看 我们认为上阵指数有效跌破3200点 这个可能性应该不是很大 我们之所以不敢100%肯定 是因为目前市场里面还存在一个隐藏风险 我们看到作为大盘强弱指败的券商板块 今天是往下试探了900点的支撑 需要注意的是最近一段时间里面 券商板块全天成交金额跌破400亿的次数有点多 这对于大盘来说真的不是一个好事 虽然说谁也不想看到 但是理论上券商板块的的确确存在向下破位的可能性 一旦券商板块向下破位的话 那就真的非常麻烦了 所以操作上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谨慎的心态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短线对于市场交易情绪影响最大的 这是今天下午创业板低价股的集体大跌 我们看到今天护生两市跌幅超过10%的有144个 而这144个里面创业板就达到了123个 如果放在过去的话 那么今天就是一个白股跌停的情况 但同时今天护生两市扣除一家新股以后 涨幅超过10%的也有41个 而这41个里面创业板有19个大约占了一半 那么我想现在很多人都会问 创业板的炒作是不是会停止 我的答案是不会 但是不会再是之前那样纯粹炒低价股的一个环境 那么这一点我们在今天会员节目中其实也有说过 那么这里我们想再说一下 因为时间关系 一些来不及做的会员节目 我们会直接把文案放在社群里面 并设置为会员模式 那么对于创业板的炒作 我们的观点还是维持你可以做 但是速度一定要快 而且最好保持盯盘 如果你做不到这些的话 那么我们建议你可以先等一等 不然对你来说操作风险会非常大 而对于操盘风格偏向稳健的人来说 我们建议现在最好是多看小洞 等待大盘转折信号出现 接着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北上资金情况 今天北上资金是进了出37.8亿 对比今天沪深各大指数跌幅来看 今天北上资金的进了出金额并不算大 从今天北上资金个股数据看 今天进流入超过一个亿的只有四家 分别是宁德时代 物源股份 东方财富 以及沃森生物 而今天进流出金额最多的 是贵州茅台的5.23亿 接着我们看一下今天龙虎榜情况 今天龙虎榜上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持的 一共有9个 分别是军工概念2个 派克星才和星鱼国威 第三代半导体概念2个 分别是聚餐光电和路销科技 剩下的5个分别是 兔宝宝属于建材板块 信邦制药属于医药板块 阳光城属于房地产板块 重庆钢铁属于钢铁板块 澳海科技属于消费电子概念 从今天龙虎榜以及盘面情况 目前市场资金主要还是在三个方向 分别是低价周期股 军工概念 以及第三代半导体概念 而这三个里面 军工概念和低价周期股 应该还会维持一些时间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 即便是在这两个板块里面 个股的分化也是非常严重的 这一点我们需要非常小心 那么这是今天晚上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